年轻人买房首选树枝药 合发 平科与人武航泰正中心 步行就到九曲堂火车站 学校在旁小孩上课免接送 26%超低公社比 扁缀垃圾车专人收包裹 全平面车位 树枝药最懂你所要 买房就来树枝药 07-652-1555 652-1555 欢迎收听潜能无限 潜能无限是一个为爱好潜水的你 专门录制的podcast 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能让你知道更多潜水的大小事 如果你还不是潜水员 这也是一个可以让你了解潜水百态的机会 准备好了吗 节目就要开始 跟我们一起探索你的无限潜能吧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讲 大家敲碗期待已久的 技术潜水 好那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俊伟教练 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是俊伟 OK好来俊伟 那个你有接触技术潜水一段时间了吗 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有呃听众朋友呢 来信问到就是希望多聊些一些呃 跟技术潜水相关的资讯 所以呢呃希望俊伟教练在这边 可以跟各位朋友做一些分享 我这么快就要进主题 呵呵呵 当然哦快很准 我我也是前技术潜水小猜猜啦 嗯所以我只能我也不能就是 我的前面的前辈还是还有很多 所以我就大概只能解决一些 就是小菜菜们的问题 所以小菜菜解决小菜菜还OK 哦这太复杂的问题可能 需要你这个大菜菜来 来来来解答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 呵呵呵 那首先要怎么开始接触技术潜水啊 啊你有一个想要进入的心就可以啦 哈哈哈哈 我已经翻白眼翻了 没有这个技术潜水这个东西 呃就可能大家一开始不太了解吧 可能也会觉得说 他似乎好像有点那么遥不可及啊 可能需要很多钱啊 需要很多装备啊 需要很多技巧啊 需要很多时间啊 对不对 但这些都是需要的啦 哈哈哈哈哈 白痴哦 没有首先就是呃 听众朋友们想知道 如果他要接触技术潜水的话 他首先必须要满足什么样子的条件 还有再来 如果你建议的话 他的第一堂课 你建议是什么样子的技术潜水课程呢 其实基本上要满足 成为技术潜水员的上课的资格的话 首先当然一定要是潜水员 按这个潜水员其实也不是一般的open water 至少要进阶 进阶潜水员 因为进阶潜水员才是比较可以独当一面的潜水员 在休闲潜水领域 比较可以独当一面 表示说 比如说你可以比较知道怎么打福利带 然后确保自己的浮上水面的安全 然后他进阶潜水员会讲比较多 比如说什么生前或者羔羊什么的知识 然后你拥有这些知识之后 你才比较好去衔接 所谓的技术潜水的入门 大概资格是这样 所以就是要具备有技术潜水员跟高氧潜水员这样的资格 进阶潜水员跟高氧潜水员的资格 高氧你也可以来技术的时候再学 大概是这样 OK 那所以你会建议这些想要开始接触 技术潜水的这些潜水员们 他适合他们的第一个课程会是什么呢 你说一开始吗 一开始当然我觉得最最重要最重要是高氧潜水 但是有一些高氧潜水他其实就教你怎么用电脑表 调成高氧的模式 对等等之类的 但是但是就是 其实我们进阶 呃不是说应该说技术潜水的高氧其实要更多 就是你要怎么去计算氧分压 以及怎么样去计算所谓的你的最大的潜水深度 就是最大工作深度等等的那些 他是需要比较更深的去理解 你要怎么样去使用高氧 嗯 所以这个比较算是技术潜水的 很很粗很基本很基本的论文吧 嗯嗯嗯 大概是这个 如果要 其实好像还有一个叫做 冷量空气深度这样子的概念啊 对对对 这个好像跟一般休闲潜水系统在讲的高氧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啊 对 你就会比较知道到底在玩什么 就不是傻傻的说 只要会调被高氧玩 对对 你要玩高氧 玩高氧爽哦 你想用什么样 什么样的percent的养 那个高氧都可以哦 只是前电打不出来而已 就是你去什么样子的环境 什么样子的深度要待多久 对啊 那其实你可以挑选一个适合你自己比例的高氧 对 而不是单方面的就是潜水店只有32 对 所以你就只能用32 对啊 或者是对啊 有些可能可能也只有交32或36 嗯 你只能用这些不行 就就就 就不一定了 对啊 甚至 好像在肯定有些潜点 他只提供28嘛 对啊 但是我想可能有很多休闲潜水的系统的潜水员 会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28 对 那我以前只知道32 对 那其实在这种技术潜水高氧课程里面 他都会有比较多解释 为什么你可能比较适合用28 嗯 而32对你来讲 也许你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可以使用 嗯 反而 反而 氧气用下去 就是你把氧气容度调高之后 反而他 可以给你带来好处 但他可能也让你带来 也是有些限制 对 有一些危险在 所以你要去控制 OK 对啊 那当他完成了他的高氧课程之后 那 接下来你会 建议他参加什么样子的课程 你说再继续吗 嗯 如果再继续的话 嗯 如果 呃 如果要再继续的话 比较建议就是 自己前的 入门 嗯 也就是说 所谓的 他会教你使用双瓶 嗯 然后 他其实也会开始介绍一些 技术潜水在不同 不同 呃 环境下 所需要写什么技能 然后稍微一个 概论啊 一个总论的概念 但是后面他的技巧 他会教你怎么使用双瓶 嗯 那双瓶的好处就是 带来给你更多的气源嘛 嗯嗯对嘞 那能够更多气源就可以带的比较久 嗯对这是 好处之一啦 嗯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比较 比较旁之的一个技术 其实就是测挂 嗯对对对 对啊 现在有很多休闲潜水系统也在讲测挂潜水嘛 对对对对 那 技术潜水的测挂跟休闲潜水 休闲潜水的测挂 你觉得主要在什么地方会有不同呢 有什么不同啊 嗯 嗯以我的浅见啊 其实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但是其实技术潜水在对于呃 测挂潜水的时候的那个动作要求啊 嗯会比较 严格嗯 比如说你的trim啊 你的保持啊 然后你的你的呃 两支气瓶的那个水步水平啊 嗯会不会东翘七翘啊 尾巴一直翘起来啊等等的 嗯然后呃 以及在平衡就是trim的状态下 以及你的气瓶气瓶是平衡的状态下 去做一些动作 嗯比如说什么呃左转右转 然后打fidike等等的 嗯然后一些呃 比如说气瓶的脱左啊什么的 嗯比较进阶的那个动作啦 嗯所以呃 呃我不知道 我其实不知道休闲潜水的测挂啊 嗯是在就是的内容啊 嗯因为我一开始就学就是技术潜水的 所以我觉得技术潜水的测挂交蛮多的 嗯就是动作 啊数科方面 对交蛮多的 比如说怎么样让你穿脱 气瓶啊然后 呃可以在限制的空气里面做 移动等等的嗯大概是这样啊 哦 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会比较造成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 休闲潜水他不会接触封闭环境 所以像沉船啊或者是洞穴啊可能就不是休闲系统在训练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哦 对对对对那对技术潜水来说因为他毕竟当初这个测挂潜水他就是从洞穴潜水衍生出来的嘛 对啊 因为地形因为实际上现场的状况你就不得不去使用把测把气瓶放在你的两侧边 让你可以通过一些比较狭窄的区域好穿脱 对对对对对所以呃可能比较多就是技术潜水类的这个测挂的训练呢 会会做比较多假设你未来要从事的是洞穴啊或者是沉船啊 沉船内部的这种潜水啊嗯 对对所以他可能对要求啊或者是一些动作技巧上 或者是意外状况的处置哦对对对 他可能会要求的比较多嗯对那反而休闲的话因为毕竟都是在开放水域嗯所以就是你只要能够透过他呼吸然后看起来很帅嗯大概就是他的目标了吧哦 对大概大概这样呃大概测挂是真的蛮帅的啦嗯对我觉得很多测挂潜水员大概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对 那呃但是测挂其实一个蛮好玩的地方就是你有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比较符合你自己呃所需你可以客制化你自己的潜水装备嗯嗯对啊你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啊 甚至你很多东西都可以外加进去嗯我觉得测挂是一个呃蛮好玩的潜水方式 ok对啊那所以呃你刚讲说寄潜入门吗这个就是让他们知道潜水员知道说这个双屏的操作嗯哦那然后还有再来需要注意什么东西怎么样子的配置嗯还有一些技术潜水员可能会常用的动作技巧嗯 然后测挂的话可能就是啊为了准备将来要进去洞穴探险啊或者是沉船探险啊嗯这样子 那当他们呃已经具备了比方说测挂的能力或者是了解双屏操作的能力之后嗯那接下来你会建议他们再往下是上参加什么样子的课程嗯嗯 其实技术潜水他不外乎就是想要突破休闲潜水的领域嗯然后来达到他的目标也就是说浅的更深浅的更深对浅更久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达成了嘛我们会了双屏那我们也会了呃测挂因为测挂其实也可以挂就是呃两支气瓶但是他还不能更深跟更久啊 诶但是你的你的基础打好啦你已经有更多的气源嘛准备好可以开始要做这样子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已经该你已经知道怎么样使用更多的气源了嗯对不对然后你已经有这些基础之后呢再继续往下嗯那我们就是要再怎么样可以处理更深跟更久的问题啦OK对对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呃下一步好比较有建议的是呃可以去学进阶高氧嗯哼呃其实进阶高氧 进阶高氧跟减压潜水就是可以一起学嗯哼哼因为其实进阶高氧我们的基础前的高氧其实就是学到用氧气氧气percent数是40percent那以下嘛对不对啊那其实再更高对就是40到100啊其实他就是属于进阶高氧的领域OK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用到那么高的氧气呢好为什么会用到那么高趴数的氧气就是通常进阶高氧我们会combine 在减压潜水嗯一起做学习嘛嗯哼好那在减压减压潜水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进入减压然后你可能身体吸收氮气会很多对对那慢慢返回出水面的时候呢我们会阶段性的做停留嘛嗯对不对那我们阶段性的做停留其实目的不外乎就是要把体内太多的氮气给排出来安全的排出对对安全的排出来啊我们使用比较 要高的高浓度的氧气的话哦在过程中就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把氮气给排出来哦对因为高浓度氧气相对来说他氮气的成分就会被压的比较低嘛对对但是其实高浓度氧气在某方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所以嗯进阶高氧的呃学习跟减压潜水学习combine在一起学我会觉得比较有效率嗯因为进阶高氧你就可以马上食食用在减压潜水里面嗯 对吧然后你这样一起学就是哦呃为什么要这样那有原因然后造出造就出这个样的这样子做的结果嗯我觉得学习起来比较比较有效率啊嗯嗯嗯嗯嗯对吧大概是这样了解所以呃减压潜水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让潜水员就是知道怎么样子安全的做减压对啊然后进阶高氧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在减压的过程当中嗯可以 可以有效率的让身体的氮气可以排出体外对你就可以 比较多的percent数的呃高氧去做运用嗯嗯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没有没有比较高浓度的氧气的话你的减压时间会非常久哦你的减压对你的减压时间可能会比你的那个水下的自己的时间还有久你会减到天荒地牢嗯嗯超久的我曾经我曾经呃算过如果想要再潮进 嗯嗯潮进深度大概多少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八最深嘛对对想要待个三十分钟啊你我减压我减压的时间啊如果我呃我那时候有尝试说我就用空气减压一般空气哈对我就不要带高氧去减压我应该想说啊就一般空气我就多多多个带一支气瓶嘛对对这样减压下来要一个小时哦这么久而且就是光减压哦而且就要在我记得那时候减压深度其实也 也不深啊大概就是在六米吧六米一个小时哦对哇塞超久我就想看那我何必呢我在那边泡一个小时哇但对啊就是如果你把它换成氧气比如说32%因为比较好取得嘛嗯就是以潮进那个地方来讲的话对好取得那换成的话大概就是可能减压大概三四十分钟啦 就会就会少蛮多的啦那三那这样讲起来三四十分钟其实一支气瓶也不太够用哎对啊其实就是你要去计算啊嗯所以所以减压潜水它好玩嗯就真的蛮好玩的你它可以让你在比如说你平常休息潜水只能哎想要去四十米你只能touch and go你只能摸一下就散了对很快就进减压还是什么的ndio不够啊气不够啊什么的那你进了减压呃你学了减压之后 你就可以幽幽宅宅宅的嗯你在那边可以慢慢游嗯你甚至还可以在那边拍照嗯想要待多久呃想要待多久取决于你之前做的潜水计划嗯对所以其实准备多少气源对准备多少对氧气这些的对所以你就会很很很知道你自己当下在做什么ok然后你可以比较去规划你那当下的潜水诶所以你这样讲起来的话呃减压潜水其实好像还蛮适合那些 呃很很很热衷于拍照的潜水员哦当然啊因为他担心他可能拍照的时候太忘我嗯所以就净减压嗯那也许并不是净那么凶但是呢可能也有个五分钟十分钟甚至更多那他他当然会有减压的风险吗对啊就减压病的风险啦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知道减压技术嗯他带一个高浓度氧气的一个小气瓶在旁边对 可以搭配做他的减压计划的话对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哦对啊我觉得就就其实你学更多就只是为了一个为了两个字啊就安全哦对啦对啦虽然说也为了另外两个字冒险嗯对我觉得嗯学多一点让自己正准备好你比较可以安全的去做探索嗯嗯就比较好那像这样子的减压潜水呃 以TDI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嗯它有限制深度吗减压潜水的限制深度我记得是呃45米45米对其实也没有到很深啊呃就是你一开始学减就是你一开始沿路我们刚刚那个路程啊对你学高洋进行高洋潜压潜水技术呃寄潜入门你到减压潜水的时候你大概就是能够到的最大深度就比休闲潜水在推进五公尺对对对对对但是对啊但是你就可以在那个 45米哦以内你想要在哪个深度待多久嗯就你可以自己去做计算嗯你可以自己去做决定嗯你要待很久也可以你就气源代购对对对你你学会了双频嘛那大不了你就是在挂几支气瓶啊嗯或者是你的减压气体多带个两支嗯你就会减压时间就会变得比较短那你今天比较短的话你在水里面所消耗呃所要呃消耗气体就会变得比较短 就不会需要这么多啊嗯嗯对啊所以就我觉得取决于就是可以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计算嗯对对因为我听听过有一些潜水员他们听到技术潜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又没有要下那么深妄之却步对对假如我没有要下那么深啊为什么我要去学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他们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用不到对啊我觉得嗯不会啊其实因为呃他也涵盖了一些 技术潜水呃的范畴在里面嗯应该是说我们只是用了一个我们比较能够去掌握的方法去潜水嗯嗯大概是这样吧嗯对对啊所以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下那么深但是呢就像刚刚在讲的朝经这个例子你可能只是26米27米对啊但是因为你拍的太入迷对不对所以净减压嗯那减压程序呢它是一个技巧 可以让你可以安全的进减压也可以安全的回到水面对然后但是呢就只是267米而已对啊其实也不深然后你也可以比较放心嗯所以我觉得学技术潜水现在是个趋势啊嗯这样其实也慢慢有来多人了解到技术潜水的一些好处嗯以及它其实没那么难嗯你看它入门open water不是open water进阶潜水水进阶潜水员就可以 嗯入门了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嗯嗯对啊我觉得蛮好玩的ok嗯那好我们到达45米的这个限制之后再往下呢对啊再往下还有什么课程再往下就是还有一个课程叫做空气延伸啊那空气延伸它其实也就是用一般空气让你达到深度最大最大最大程度是55米让你用一般空气然后可以下到 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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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激注的Ну约 一般空气使用来这样但最会不会很严重哎哎几率比较大哦对畢竟到那么深的地方等性比较那么深的地方旦气的铺路会非常的多对就你测度吸收就比较大这就是大家比较大比较多啊嗯unk那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开始突破了45米之后还有就是可以学太 Hmm 那亥旦羊 我也不知道 65吧 65 我大概后面的领域就比较 比较 比较深了 因为现在氦气贵贵的 对啦 其实 亥旦羊好像 对啊 比较多学生在顾虑的是 因为氦气它现在 真的费用蛮贵的啦 所以整个课程 整个课程下来你 光使用氦气的成本 可能就多了两三万哦 哦蛮多的耶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是 很多学生现在 比较 不太愿意 忘之却步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用CCR的话 其实就还好啦 对对 因为CCR的亥旦羊用的比较深 我觉得大家可能 会在技术潜水有一个很贵很贵的 呃 的的的的的的误解 嗯 可能就是比较大的 就是因为亥旦羊 哦 气体的费用 对对对 蛮贵的 但是其实在装备上 他也也也就是跟 修研潜水不一样啊 对啊 所以开销什么的 这个省不了吧 可以租啊 可以教练租啊 这是一个方法啦 但是我觉得 已经到技术潜水了 其实 有自己的装备 才是才是王道 就跟修研潜水 到最后大家都买自己装备 一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因为其实我的教练说 在在国外如果 在玩技术潜水的时候 啊 一般修研潜水不是会有小黑人 帮你装好装备啊 对对对对 帮你扛 然后帮你把装备装好 然后洗装备 然后再帮你放回去 再要钱的时候 再帮你放回去船上 对在菲律宾很多 对对 但是技术潜水 他如果看到你是技术潜水的 啊 他就不会碰你的装备 哦 为什么 对因为你的技术潜水的配置 啊 每个人都呃 应该说每一个 教练教出来的 诶 每个team的 对每个team都不太一样 啊 但你这个team当然都是用 相同的 类似的东西 类似的东西 对 类似的配置 对 但是因为 小黑人他们不懂啊 嗯 就是他们比较 可能maybe懂 但是可能他懂得跟你的 你的装备会有点肉差 对对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都不敢 他们都不敢 不会碰 就技术潜水员自己弄 对 都你一切你自己弄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蛮帅的一个那个 哈哈哈哈 很帅啊 你不觉得 本来出国预计要当大爷的 对 本来就是会 都那边还要自己来 会辛苦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但是 嗯 技术潜水员不知道怎样 走路有风 走路有风 对吧 不过在 好像潜水员的世界里面 好像 人家知道你 你有在玩技术潜水 有在玩什么 减压 甚至害弹氧或CCR 好像 大部分的 都会 都会 抱以 不一样的这种眼神 对对 对觉得 要么就 一方面觉得说 啊 这这群人是个怪咖 对 要不然就是 抱以那种 钦佩或羡慕嫉妒恨的眼神 对 但我觉得 会 就 会不代表 你很 很强 还是什么样 嗯 最多的其实是你的经验吧 呃 经验的累积 经验的累积 因为 就像你会了技术潜水 但是你都没有去做 实际去去去做减压 或者是你都没有实际的去 呃 接下来的潜水都去背侧挂 嗯 等等的 或者是带 带 带比较多的气源 那也是白搭 你也白搭 对啊 你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做 应变啊 对 而且过一阵子又忘光了 对不对 对对 然后这样子 接下来又跑去跟人家做技术潜水 这样反而危险哦 哼 危险呢 对啊 我觉得要要像我们 像我们其实也是在 很努力的在推广技术潜水嘛 对不对 就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 然后想要让大家都一起来学 嗯 那我们其实想要做的就是 让我们变成一个team 嗯 那变成一个team之后呢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嗯 对 那我们就可以去潜更更更 更不一样的地方 嗯 对啊 一般有些地方可能休闲潜水 但是去的地方 对 就我们技术潜水 如果有一个team的话 对 反而就可以呃 去到更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 比基尼环礁 哈哈哈哈 的沉船 嗯哼 对吧 对吧 感觉好像又有新的里程碑啦 哦 休闲潜水那些点都踩完之后呢 技术潜水就可以再继续踩 我觉得其实不用讲那么远 马绍的那边比基尼环礁 我觉得其实以东北角来讲 哦 就前一阵子我才发现一个 那个叫什么 沉船博物馆 哦 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也还 蛮适合的 因为他对休闲潜水来讲 有点深 所以你在那边底下 你能待的时间也有限 嗯 那你如果真的 因为听说那下面有六十几艘沉船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这么多 对 如果你真的想要 我们不要说六十几艘都看遍啊 但是最起码你看了里面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你如果不进减压 那基本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很难好好的玩 对啊 你就算用三十二的羔羊 你其实也没办法那么深啊 也没办法待那么久 对 所以你可能如果真的要好好的 在那个沉船博物馆绕一绕的话 嗯 你不进减压 大概没有办法啦 你进减压也不见得绕的完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 如果说对寄宿潜水员 就你已经具备 减压的能力的寄宿潜水员来说 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 可以去逛逛的地方 以东北角来说啦 嗯 其实台湾很多 寄宿潜水呃 寄宿潜水员可以 就是去的一些点 对啊 然后但是大家都会想说 那我学寄宿潜水 我去到那么深 能够看到什么 啊 还不都一样 应该会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疑问吧 嗯 就是对啊 我再深一点点跟我浅一点点看到的东西 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那么吸引那么多人 要去 记录潜水 对啊 应该挑战会是一个吧 就是挑战自己 这是一个可能的 另外 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就是 就真的就没有潜水员下那么深啊 所以如果在比较浅的地方 他的生态已经被破坏的话 嗯 在比较深的地方 他的生态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美好啊 我觉得其实 比较深的地方 应该 因为一方面比较少人来到达 所以他比如说像我去 它那个比较深的地方 他的海散 呃 保留的超好的 嗯 都很大 嗯 然后 比较少人为破坏的痕迹 嗯 这是这是必然的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可能 我想到的原因啊 有可能是因为比较深的地方 海温 水温其实没有那么的高 嗯 他可能 比如说什么珊瑚白化没那么严重 嗯 然后 可能比较深层的一些鱼 也比较可以 看得到 嗯 像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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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亥淡羊嘛 亥淡羊最大程度到65米嘛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学 嗯 是不是 就是可以学竞技亥淡羊 对 竞技亥淡羊 那最大程度就是推到 100米了 对100 那我的梦幻有一种 枪击鱼 嗯 我在那个网路上看到 那个 虽然说他是背CCR 等一下我们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啊 他算是 但是他在100米 诶 100多米吧 就遇到一只很大只的 香吉鱼 然后跟他 跟他 呃 做拍照 我看好帅 一个火花石在你的面前 啊 而且超大 比那个人还要大 哦 是哦 我看照片啦 看照片看起来是比那个人还要大 OK 我又觉得很羡慕 嗯 所以其实 所以比较深的水里 呃 能够看到的东西 真的真的很不一样 哦 那这样子 听起来真的 如果 有一些生物出现在 比较深的地方的话 好像你不是一些什么 减压潜水啊 或害淡洋 进阶害淡洋的话 你还真的不好 不容易去看到他们 对啊 就是一个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去 去尝试的一个那个 去尝试看看 嗯 潜的那个技术潜水 嗯 所以我们今天 呃 先是讨论就是 关于开放回路的部分 就是说 呃什么是开放回路的 就是你你把 你呼吸的气体吐掉 它会直接排到大海的 嗯 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技术潜水的范围 它是属于 封闭回路的 也就是说你吐出来的气 它是 不会 直接排到大海 它会再回收 再利用的 但是呢 那个又是另外一块了 所以我们今天 先简单的针对 就是开放回路的部分 跟 各位 听众 做一些 资讯上的分享 嗯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这个俊伟教练 哦 抽空来这个潜能无限 跟各位分享 他的这个技术潜水制度 小太太的那个技术潜水的那个 OK那所以呢呃 如果 你 你有什么想要 我们在节目当中 讨论的 或者你有什么你想要知道的 哦 关于潜水的一些东西 也欢迎你在留言 或者是呃告诉我们 嗯 哦 你想要知道的 那我们会 就是邀请 这个来宾 好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跟各位做分享 对我们也会在留言 这边 这地方回复你 因为我相信 很多人还是对于技术潜水 应该还会有 他们自己的不同样的问题 对 对啊 我觉得 都可以 问我们 OK 嗯 好 那所以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咯 那 也期待 下次我们在潜能无限 继续与你相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